秀林鄉代表連一龍 關切和平火車站廣場道路 多年來沒有畫設標線 經他向縣長徐真偉議員田運新 以及秀林鄉公所爭取之後 相關單位特別進行了畫設標線 而有關道路的標誌標線 號制設置的目的 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和行人 有關道路路況的警告 禁止指示相關的訊息 希望能夠促進安全 秀林鄉代表連一龍 相當重視地方基礎建設 今年度更是關切和平火車站前廣場的道路 在多年來未設有畫設標線 經向縣長徐真偉 線員田運新以及秀林鄉公所爭取之後 並由相關單位進行畫設標線 有關道路標誌標線號制等設置 長期以來因為和平火車站 我們的市府巴士 以及我們民眾的車輛 來來往往 以及包含大型的 甲型的車輛或魚種的車輛 因為沒有標誌 再請我們的警察人員 沒有辦法做取締 然後所以我們獲得一些村民的反應 這個已經數年了 大概將近五年的時間 然後也造成我們的村民的困擾 也影響到我們的村民的上下車的安全 所以這個標記我們就透過去年就告知 然後一直到了109年 透過了我們的許縣長的一個基層座談 把這個市有告訴了縣長 縣長也要求了所有的相關的懲罰單位 以及我們的相公所就全力的配合 透過我們的議員款 也就是我們的田一星議員的協助 布了這個款項 然後也得到了一些上面的認同 結果這個預算下來之後就做了直接的執行 不管是對我們的和平火車站以及村民 在用路的方面也得到了安全 然後車輛上也可以管制 以致也不會讓我們的一些村民亂停車 這個檢察會做一個起地的動作 所以我們的村民的上下車來講 也對他們來講是有保障的 而這次爭取車輛駕駛人以及行人有關道路 耗資警告、禁制指示等相關資訊 期盼能夠促進地方交通安全 修林下面代表會李英勒表示 修林將進步與發展 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加油 才能夠真正讓所有鄉親有感 記得終於學校報導